本视频介绍如何通过LaserJet打印机发送传针。 首先,按打印机的电源按钮, 确保打印机已经开启,处于就绪状态。 如果想要传针的文档是单页, 则将其放在扫描仪的平板玻璃上。 要完成此操作,请抬起扫描仪盖板。 将文档正面朝下放在玻璃板的左上角, 然后合上扫描仪盖板。 如果想要传针多个页面, 请使用打印机的自动进纸器,也称作ADF。 要使用ADF,请先在一个平面上 轻敲想要传针的纸叠,将其对齐。 将纸张放入ADF,使打印面朝上。 向里推动纸张宽度导板, 直到它们紧贴纸张的边缘。 不要将导板推得太紧, 否则纸张会弯曲变形。 文档放入打印机后。 您可以使用打印机的数字键盘 输入目的地的传针号码。 接下来,按绿色的发送传针按钮。 此按钮看起来像一个听筒, 放在一张纸旁边。 打印机将扫描纸张, 然后将传针发送到输入的号码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送到输入的号码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送到输入的号码。